那请坐吧 谢谢路斯 那么接下来 讲完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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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火星破防过是不是 对 因为火星是我第一个接的工作 你在火星之前 从来连任何工作都没做过 对 那是我签 签公司第一个工作 那很不容易 扑到的 对 当时我坐在薛老师后面 薛老师坐这儿 我坐在后面 对 是是是 然后从你后面坐到了迪哥后面 你坐的都是那种镜头多的人的后面 对 没想到吧 因为火星情报局是我们家公司的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真不得了 我告诉你 要不是赵路斯在公司都要倒闭 我告诉你 我有个大胆的猜想 什么猜想 刚才路斯说 这两个副局长都分别坐在他的前面 公司为了要让路斯的镜头尽可能多 所以才你们的镜头多 你发现了没有 你们是沾了路斯的光才能坐到副局长 有可能 所以我们才应该感谢赵路斯给我们发言的机会 对啊 路斯很红了两位 路斯你坐这边吧 坐这边 挨着我坐 坐坐 是因为当时弹幕上我也会看弹幕嘛 弹幕上就说 修老师后面那女的谁呀 就不说话 为什么还坐那儿啊 因为那是我第一个工作嘛 明白明白 我是真的很紧张 就是太紧张了 就我坐在后面 我那会儿我都不敢这样子 我全时时刻刻 这样子你知道吗 所以我真的七年主打一个陪伴 然后每次韩哥他会鼓励我 要让我说话 其实我是挨人来的 然后我很难说话 所以每次cue我 我就会很紧张很有压力 因为我们必须要在所有高级特工 讲的空隙插进去 但你如果不插进去 那一怕就过掉了 很难的很难的 然后你看所有哥哥姐姐们压力多大 你知道录火星是一个多吓人的事情 深有感触 真的是 就是我前两天去吃饭 然后说你要去常商 我说对了他去干嘛 录火星情报局 然后就 你要去录火星情报局 但是那一次 马上又结束了那一季 在开录之前 韩哥就说 路斯 你一定要多说话了 然后呢 我就那一次在发言的时候 我就破防了 因为泪湿尽 因为太小了 在紧张的时候 要去说话的时候 我就想哭 哦 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吧 啊 哦 哎呦 路斯也要举手讲话了 啊 啊 然后我是想 呃 起来 等一下 你也敢挂 他想起来干嘛 紧张有点紧张 别紧张 别紧张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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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深呼吸 因为局长经常给我好多机会 但是 很多时候我都没有 把握住那个机会 就是 是我不好 我做做做呀 妈呀 哈哈 我做 因为我也不经常发言 我也不说什么话 然后就会觉得 来了那么多期 没有对火星付出过什么 但是 我就想起来说两句就 你就经营说吧 哦 哦 哦 因为是第一个工作嘛 感觉也没做好 哭完之后呢 哥哥姐姐们都安慰我 就没事没事 到我一下节目之后 就有个人告诉我说 你说你不会录吗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很会演啊 啊 那一刻崩溃了 那一刻我是破坊 那因为我还没有演过戏嘛 那会儿还没有演过戏 就因为这句话你演戏去了 哈哈 说完这句话以后 好的 我以后去演戏 哈哈 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挺会演的瘦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 然后那一次我是真的到现在会想起来还是很破防 就会有一种你的真情实感的东西 但在人也就是还是很轻的人 谁说的 谁 谁 谁 我呀 当然是 哈哈哈哈 对啊 露丝好像听歌也会哭 是吧 火星人来过这首歌 哦 我特别喜欢薛老师这个火星人来过 哦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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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那首歌特别像火星人的孤勇者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这首歌会觉得很燃 那你这么说的话你的意思是什么是要唱一项吗 哦 我想要发挥一下 好 好 耶 好 怎么怎么唱的 怎么怎么唱 我才听人说 他 曾来过 哎 停一下啊 哈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哎呀 我就知道 露丝 等一下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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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露丝 等一下 当我没出来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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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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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 练了很久 OK了 我练了很久 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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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 我跟你说 等一下 我先说一下 这个是临时加的 因为我之前录火星的时候 我都会放这个歌 所以我今天在化妆的时候 再放这个歌 然后我的那个PD姐姐她说 哎呀 你听 你会唱这个 我说我会唱 后来财哥就来了 财哥就破防了 明白 财哥一整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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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哥说 哈哈哈 财哥说 要不是你 公司早就没想唱 什么都可以 命都给你 快点再来一下 好 来 3 2 同学 同学 像手骨一样 哈哈 你就打个拍子 你都没打到自己协调一点 好不好 好 好 那这样子好不好 我唱 我帮她唱前面 我在提新闻里面说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哈哈哈 你怎么了 啊 滑掉 怎么回事 滑掉 你不是歌手吗 确定是你的歌吗 滑掉 是谁写的啊 是你的歌吗 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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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重来好不好 给一次机会啊 来哦 我知道了 我在我在提新闻 哎 真的没找到 我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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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哎 等一下 我的歌要你教我 哈哈哈 再有再有再有 没有 好了 啊 我在提新闻里面说 他们 曾 来过 我信任的 心脏 靠锁 我没曾听到人说 他 没有 管我 他们一定 看见什么 我 我 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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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张庆和新年轻 可以了 看看了 赞了 好燃啊 七年了 哪里 太棒了 感动 真的 真的破防又燃又感动 感谢露丝 刚刚一直在我前面唱 我都是镜头 感谢 感谢露丝 真的好 成长了 长大了 长大了 这个声音要分这么讲 不是说她今天唱得有多好 是她的进步这一路过来 她从第一期开始 我们看着她 真的是什么都不会 一张白纸 到现在赶上台这么唱歌 其实真不容易 掌声送给露丝 谢谢 太棒了 谢谢 太不容易了 我这个成功了 赵露丝迈出了这一步 接下来是郭雪佛 压力好大 人家给你压力很大 我压力超大的 加油 雪佛 我来了 好 我要跟大家分享 一片吐司让我超破防 你说的是吐司是平时吃的那种吐司吗 对 一片吐司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拍一档戏 然后那时候细削穿旗袍的 然后穿到中旗的时候 发现太紧了 是不是因为洗了以后缩水吗 对 就是吃胖了 是你本身的问题 对不起 然后导演那时候就跟我的经纪人说 是不是该减肥了 混一起去 让大家看 我又减肥了